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五章的内容 耶稣是大祭师 特别当听到希伯来书的时候 非常的感动 我记得那时候听着希伯来书的内容 是在一个特会里面听到的 好像是马来西亚 然后牧师在分享这个内容的时候 突然之间 讲到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哭了 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 说到了这个献祭的这样子的工作 所以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开始的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 撒在那个祭坛上 为了我们解禁我们的罪 救赎了我们 在那个时间非常非常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可以感受得到耶稣的牺牲 为了我们而流出的宝血 解禁了我 我非常非常的不配 但是因着他 我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 所以听希伯来书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的感动 跟其他书很不一样 比如说你听罗马书 你会越听就 真的人做不到 真的人做不到 但是希伯来书是讲什么呢 因着神我们能够站立的稳 所以希伯来书本身 对不对 有讲到了很多神的奥秘 希伯来书呢 其实跟其他的 圣经里面的那些 新约的那些书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保罗所写的书信呢 有罗马书啦 以弗所书啦 还有提摩太前书啦 后书啦 这些其他的书 但是希伯来书本身呢 是以希伯来人的一个角度 去写这本书的 所以呢 他讲到了很多以前献祭的东西 耶稣做的东西 然后让我们明白 耶稣基督是谁 所以第一堂课 我记得我说过 希伯来书呢 其实就是在说基督论 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 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 听得懂对不对 OK 但是其他的书籍呢 比如说罗马书啊 或者是以弗所书啦 保罗所写的其他的书信 其实是为了其他的外邦人而写的 所以其他的书信呢 是以希腊 希腊的一个方式去写那些书信 所以有分哦 希伯来的方式 还有希腊人的方式 所以其他的书信都是以希腊人的方式去写那些书信 代表什么呢 是照着理性和理性知识这些来跟他们传讲福音 反而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呢 是以希伯来人的方式去写的 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强调信心和信心 OK 所以我们看 以希伯来人的角度来看呢 是神为中心点 以希腊人的来角度来看的话呢 是以人为中心点 人去看事情 但是希伯来人的方式是什么呢 以神的眼光去看事情 所以我们做人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的Gofo教会的每一个人 Gobik的每一个人 我们要以希伯来人的方式去看透一切的事情 凭着信心去做事情 以神的眼光去看事情 因为希腊人 他们每次都是理性和理性 以人的角度去看事情 以人的那些理性和理性来判断事情 所以这个很重要哦 OK 所以我们是以希伯来人的角度去看事情 所以整个希伯来书呢 一直不断地强调是什么呢 信心 所以是信心就我们进入了安息里面 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 一直不断地讲 我们一定要竭力地进入到那个安息里面 然后他说什么呢 相信就可以进入了了 Uncle Paul你相信吗 Amen 对 所以你一信 你就可以进入到那个安息 但是对于人就讲说 蛤真的吗 我记得两三天前 我遇到了一个新的朋友 然后他一直讲 真的这么好吗 信主这么好吗 信主就真的什么都不用做 就这样子可以白白的 你收到这么多东西 就可以升职 加信 可以买车 可以买房吗 所以他就两年就去了教会 然后两年的期间 他一直都没有拿到这些东西 他就开始埋怨神 然后我就跟他说什么东西 真的就凭着信 因为他那个是以人的角度去看神 不是以神的角度去看人 当我们以神的角度去看东西的时候 上帝已经把一切的已经给了我了 对的 Amen 我已经进入了 Amen 我已经领受到那个恩典了 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应许了 但是他一直不断地以人的方式去挑战 你看哪里有 哪里有 哪里有 那个叫做不信 那个叫做怀疑 那个叫做动动 我们的脑筋 对不对 所以我们翻开一下我们的圣经 因为是读圣经嘛 对不对 所以要翻开圣经 翻开圣经一下 西班来书第四章第三节 我还没有进入到主题 所以会不会太快 西班来书第四章第三节 翻到了吗 Amen 我们一起来念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 得以进入那安息 正如神说的 我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造物之功 从创世以来 已经成全了 Amen 所以是什么呢 西班来书的那个角度是什么呢 已经完成了 已经成全了 已经相信了 所以跟旁边讲一下 你已经信了 然后再提醒一下 对的我已经相信了 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强调是什么呢 就相信 就能够做到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 我们称他们为 单纯的信心 纯粹的信心 Pure faith 纯粹的信心 所以要怎么信 怎么样去相信 真的有神吗 什么算是纯粹的信心 什么样算是单纯的信心 我们看一下其中一个代表人物 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榜样 上帝称他为神的义 所以我们看他的故事是什么呢 亚伯拉罕从 从在他的那个 那个 父家那边就听到了 上帝呼叫他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离开你的父家 离开那个 那个什么东西 那个tribe 那个house 他这爸爸的家 离开 然后去到旷野那边 亚伯拉罕就听了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 最近我的耳朵有问题 我一直不断听到声音 或者是 你会讲说 不懂谁一直在我的耳朵朝来朝去 还是 可能我在幻听 那你会去看医生 但是亚伯拉罕很坚决 那是上帝跟他说的 然后 他立刻的拿起行李 跟家人一起的出去了 所以那个就是很单纯的信心 当上帝跟你说话 可能也是一个感动 你会反应他吗 还是你会觉得 动动你脑筋去想 真的吗 我是不是听错 我是不是动动我的脑筋也是 可能上帝没跟我讲 可能上帝在跟我跟他讲 可能不是在跟亚伯拉罕 可能跟亚伯拉罕的爸爸 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跟上帝去狡辩 也没有去找借口 反而 他彻底的放下了自己想法看法 毫无条件 很顺服的 离开了本族 本家 本富家 离开那地方 去往 富家 上帝要他去的地方 奇怪的是这个东西 上帝没有跟他说去哪里 他只是说去 就很像你在这边 就很像 亚伯拉姐妹 你去啦 等你去哪里 但是亚伯拉罕怎么呢 去 OK 然后我打包行李 然后准备好行李 还没有知道去哪里 不懂去Ochard好呢 去Bishan好呢 还是去巴斯维斯 还是去讲伊塔和艾伯林 他就去 他就准备好 去 我不用紧了 先走先 去咯 maybe一下下 他会跟我讲去哪里 maybe等一下去到Bishan 他讲 转回头去 但是亚伯拉罕呢 抱着一个非常纯粹的信心 我先拿好 做好准备先 随时上帝说去 我就去 他不会去想这么多东西 所以虽然上帝 没有跟他讲去哪里 他也没有跟上帝 讲说 那边天气比较热 这边天气比较凉 现在那天气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我看看先 但是他是立刻听从了上帝的命令 立刻的Go OK 所以这就是上帝所看中的 单纯的信心 纯粹的信心 不要问这么多东西 然后他就 上帝就带他去到一个沙滩那边 他就看到了这么多的沙在那边 然后上帝就跟他讲 看到那个信心吗 然后他就说 对我看到 有时候你看那个圣经 觉得到他有点拱拱 看这边就看这边 看这边就看这边 去就去 你这边有自己的想法看法 但是上帝就是喜悦这样子的人 然后呢 他就看 然后他就讲说 这些信心就很像你改次的这些的后裔 然后他就 阿们 就很像我们的旧凤姐妹一样 阿们 阿们 然后在罗马书呢 第五章那边有说到 他在还没有看到的时候 已经相信了 他有这些的后裔 所以这就是纯粹的信心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去想 这世上可以带来他什么样的东西 他很有钱 在创世纪第13章第一节的时候有说到 他经营深处几多 他这么有钱 但是他不喜欢这些东西 他单单追求一样东西 那就是 天国 天国 那是在西伯来书第11章第4节那边有说到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他的眼睛只是仰望着上帝 他的眼睛只是仰望着天国 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一个 纯粹的信心 单纯的信心 所以因着他的顺服 因着他的信心呢 他真的受到很大的一个蒙福 上帝非常非常的祝福他 上帝真的成就了在他身上里面的 一切的那些允许 比如说万国的福 所以现在每个人都记得亚伯拉罕的名字 你去问那些路上的那些人 他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谁 所以很简单 只是单单的信 不需要问这么多问题 为什么呢 要相信上帝是伟大的神 阿们 我现在我需要两个人帮我一个忙 我可不可以请一下 米儿姐妹出来一下 米儿姐妹 米儿姐妹出来一下 你帮我一个忙 带妈手 然后我请 我看一下 哦呀 Queenie 刚刚好你在带马 OK来 Queenie姐妹你过来一下 OK 你对不对 你站在这一边 OK你站在那边不要动 OK Queenie你过来 你 你怎么上沙龙 OK 然后你 站在这一边 OK 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叫trust fall OK trust fall就是代表说 前面的人对不对 往后倒 后面的人要接住那个人 OK 但是我放Queenie在前面 前面啦 你不要前面 OK 然后米儿姐妹在后面 OK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没有 你相信她吗 相信啊 你相信她 OK 你尽量的倒 OK 米儿姐妹你OK吗 不要欺负她 你OK吗 OK 好 对你来说 如果你是Queenie姐妹的话 你会不会倒下去 凭着良心说 你会不会 凭着良心说 对不对 牧师每次都没有叫我站在后面 因为她知道 我不可靠 OK 如果她倒下去的话 对不对 很大的可能是 她会 也会跟着倒下去 对不对 就比如说 OK 让我们try一下 来 try OK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好 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Queenie姐妹在后面 米儿姐妹在前面的话 OK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好 你想几时倒就几时倒 OK 她就在后面了 你想几时倒 那你 1 2 3 这样倒也就OK OK 随便你来 1 2 3 up to you OK 你可以突然下台也可以 随便你开始 你要9点开始也可以 没问题 哇 你看 有没有看到 所以她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 对不对 因为 Queenie有料 有料 OK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OK 我们的上帝呢 OK 虽然我找一个比较 比较高壮的一个Queenie在前面 然后面这边是比较小只 跟我的size一样 OK 就象征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就是那个小小个 很弱的那一个 我们会随时就 如果我掉下去的话 我跌倒怎么办 但是上帝就是在后面 那个很结实的那一个 上帝是知道我抓住你 随时你倒 我都会抓住你的那一个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个这么棒的神 你就放心的倒就可以 你在后面 OK 好了 我在倒下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 纯粹的信心 刚才你们看到 你的姐妹看住Queenie姐妹的 那个眼神 对 她站在前面的时候 对不对 她Queenie姐妹站在后面的时候 她脸神是 哎呀很简单啊 Queenie一定可以接到我的 但是当Queenie 站在前面的时候 每个姐妹站在后面的时候 她 她是怕的 你知道吗 我接不到她怎么办 你脸重一下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 OK 我们的神是 大能大力的神 OK 从无道有的神 非常有能力的神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环境 和条件 她能够挡住 她能够接着我们 所以这样子的神让我们能够相信 Amen 所以不需要担心 我们需要什么呢 像亚伯拉罕一样 很放心的倒下去 很放心的去 为什么呢 因为神会保守 神会亲自的带领我们 单单要做的什么呢 相信神 你看耶稣呢 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很多时候呢 我们说 我们信 我们信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真正的信的话呢 我们不会放弃这个救命的线 我们不会放弃耶稣 我们知道祂是生命的话 我们不会丢掉这个生命线 去抓其他的东西 如果我们知道祂是道路的话 我们不会去听其他的道路 我们只会听耶稣说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是真理的话 我们不会去听人家说什么骗话 二者来的骗话了 人所说的骗话 我们单单会听的是那个真理 所以紧紧的抓住那个救命的线 就很像你的姐妹单单只看着 Queenie姐妹 你会知道我对不对 我的生命整个在你的生命了 如果我跌倒的话 我为你试问 同样的 我们把我们的一生的那个寄托 都放在耶稣基督里面 Amen 所以单单的 Grab Jesus 新加坡人很喜欢Grab 所以是Grab Jesus 不要Grab food Grab car Grab taxi 单单的Grab Jesus 进入到耶稣基督的信心里面 当时呢 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生命的丰盛 因为一切的生命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Amen 那我们继续看 在第四章第十一节的时候呢 有说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西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 西伯来书第四章十一节 十一节在这边说 所以我们务必接力 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幸虫的样子跌倒了 Amen 所以这边说什么呢 所以我们务必接力要进入那安息里面 我换句话说 我们务必接力要进入那天国里面 我换句话说 我们务必要进入那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里面 Amen 所以代表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进入到 当我们在看一个 那个叫什么 rocket rocket叫什么 航空母舰是吗 火箭 OK对 通常你们看火箭 我不是个科学家 我也不是很喜欢科学 但是当一个火箭 要射到去太空的时候 他们都会 10 9 8 7 6 对不对 然后就 那个就是那个fire 那个engine 然后after他就 飞上去 对不对 所以他会 把全部的燃料 在里面都烧进 让那个火箭 冲上去那个天 当他冲上去天的时候 其实没有燃料了 因为全部的燃料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一直不断的烧 烧烧烧烧烧 烧到没有的时候呢 他才可以冲破 到那个太空那边的 那个atmosphere 那个空气层那边 然后呢 他就会开始的 就float in the air 在那边飘啊飘 OK 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呢 跟起火箭是一样的 刚开始很难 到一个火箭去到太空呢 是非常非常 没有可能的事情 你去到certain level 对不对 到某一个程度 它会掉下来 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 所以你需要很大的燃料 把它冲破 那个地心引力 去到太空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 很自由的 在那边飘动 我们的属灵生命 也是这样子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可能很不习惯放眼祷告 我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是是需要的 在我们节力 是什么呢 我用在我全部的能力 来进入上帝的安息里面 我用我全部的能力 来尝到上帝的甜味 所以比如说 对不对 读圣经 读在读去读 怎么办呢 照样读 求上帝的恩典来读 那个圣经 读下去 有一天 你会看得明白 有一天 你会明白里面的真谛 放眼祷告 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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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但是有一天 圣灵感动你 你突然间哭了 有一天 圣灵感动你 你有启示了 有一天 圣灵感动说 去找西门弟兄 给他一张地球 所以透过放眼祷告的时候呢 上帝会跟我们说话 刚开始很闷 不知道做什么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浪费时间 之后你会发现到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很短而已 有些人祷告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已经很自由了 那你问他 你浪费这么多时间 他说 不会啊 一眨眼 跟上帝的时间 很轻松 所以 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很辛苦 但是我们一定要竭力 慢慢慢慢的 让 属灵的生活 变成很自然的一样东西 不要变成 不要变成 那个什么 那个心事化 但是 是变成了 我生活的 很自由的一个 一个 pattern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这边说了 竭力进入那个安心里面 跟上帝合而为一 所以我去到哪里都很自在的跟圣灵沟通 去到哪里 就很像圣灵在那个地方一样 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 不要怠慢 我今天很累 我不想祷告 今天你不是那么有心情 不祷告了 我明天再来 OK 因为你一天不来 你一天不祷告 你会越来越 拦下去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中宝那边有讲到一样东西 因为那时候有疫情 对不对 然后after that 有几个呢 我们都躲在家那边要隔离 然后我就讲说 对的 我们就在家里面休息 然后就休息一天 一天还好 就我可以休息很好 第二天又休息 第三天又休息 然后就慢慢就忘记了 我原本就要祷告的 所以其实呢 一个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人 如果慢慢慢慢怠慢 在祷告啦 或者是读经啦 或者是向神来 比如说敬拜啦 或者是做神的功的话 慢慢慢慢 其他的东西会跑进来 所以圣灵会出去 其他的东西会进来 比如说 懒惰的灵啦 无力感啦 睡觉的灵啦 世上的灵啦 然后会慢慢慢慢的 就拜我上的灵啦 去shopping啦 所以其他东西都会跑进来 所以我们在于 这个属灵的生活里面 不可以怠慢 一定要有积极的心 比如说你看到你生命里面 有某一个地方 需要更改 比如说 比如说我的人 是比较比较懒惰的 就讲 哎呀我的性格是这样子的 我本来就很懒惰 但是 当我们信主了之后 我们要借 竭力的进入到安息嘛 懒惰是不是从神来的 不是 那我们要怎么呢 竭力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出调整 因为 那个 以弗所说第五章说什么呢 我们该效法耶稣 耶稣不懒惰吗 那我们也不应该懒惰 那我们要竭力的 越来越像神 那个叫做 你们务必 要竭力的 竭如那安息 跟神合而为一 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OK 所以呢 我们发现到有脑病在里面的时候 有罪要处理的时候 或者是比如说在灵灵上 一直不断的卡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需要处理这些的事情 有一个人跟我说 对不对 哎呀不需要了 我在讲你们 你们这个年纪的哦 哎呀我们不需要了啦 让年轻人去做 我们要退休了 然后看着他 哈 你还年轻耶 哎你们年轻人去做啦 我们这些退休了啦 我们需要站下来 所以你们才可以上去 然后我就看着他 这不对这不对 上帝的国里面是没有退休的 反而 当我退下来 让我年轻人上去 我更应该扶持他们 为他们祷告 更变成他们的老师 更好的榜案 这是我们一直不断的成长 所以在天国里面是没有退休 只有升级 做senior upper senior higher senior top senior mormor senior 就是一直不断的升上去的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 不是讲说我们退 反而是什么呢 我们去扶持其他的人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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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们不要给我们借口 让我们怠慢 不要给我们借口犯罪 也不要给我们借口离开神 是需要恒心 有耐心 好好地把我们的生命寄托在耶稣里面 也代表说呢 我们需要除掉肉体上的情欲 来突破下去 所以牧师今天讲的不对 一定要处理我们肉体上的情欲 要不然我们在灵命上不可以有突破 所以每天起来的时候要检查什么 今天我需要处理哪一个地方 今天我需要怎么样更圣洁 所以整个内容是什么呢 我要怎么样的更圣洁的过我的生活 因为圣洁就是能力 So holiness bring powers 所以进入到正题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耶稣 希伯来书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十节 是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 所以刚才之前所说的都是序论 OK 我们看一下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节 我们可不可以每一个人都读一节 然后把一节到十节 让我们的翻译员一个人读到完 用英文的 OK 好 我们有我们这边 我们再排这下去 OK 不懂有没有四个 应该有 祝他姐妹你可以吗 五章一节到第十节 OK 从第一节然后第二节第三节 对 五章第一 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 你读完第一节 每一节都读第二节好不好 开始 阿们 所以其他没有读的都在尽量的在读 对不对 都在跟着读 对不对 然后他就讲说读字这么慢 应该叫我 开玩笑 开玩笑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 在讲的内容 其实在讲什么 一直不断的在讲耶稣基督 在讲大祭司的这个植物 还讲了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这个植物 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看 他的那个属性 还有他的这些的特征是什么 但是当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 我先做一个总结来分享 希伯来书呢有分为五个阶段 OK 第一个阶段呢 是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 他这边说是 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这个认同的身份 代表说我们跟耶稣是有什么相同的一个身份 是在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内容在说的 那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是来到于第三章到第五章第十节 在说的内容 第三章到第五章十节是在说完全人 OK 所以当你再看真本希伯来书分为五个阶段 对不对 第一个阶段是第一章到第二章 在讲我们的身份 OK 第二个呢 是完全人 所要有的这样子的平静 OK 第三个阶段呢 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 到第十章三十九节 这边所强调的是代表的职务 代表说大祭司应该做什么东西 耶稣基督代表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东西 第四个阶段呢 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十三节 第四个阶段呢 一直不断的强调信心是什么 所以第四个阶段呢 是在强调信心 第五个阶段是圣徒的生活 代表说 这第五个阶段的内容呢 是在说于 我们圣徒该怎么样的去生活 在地上的生活 怎么样去生活 然后才能够进入到安息里面 OK 所以整本希伯来书分为五个不同的阶段 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 刚好是在第二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部分 今天我们来讲的是完全人 OK 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样变成了完全人 他怎么样的变成完全人 同样的我们也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完全也是 当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你会看到了亚伦大祭司的职务 OK 所以大祭司应该做什么样的东西 大祭司是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人 代表神 也代表人 来呈现他们的这个什么东西呢 礼物跟赎罪祭 所以这是亚伦班级的大祭司他们所做的事情 所以亚伦呢 是什么事情呢 在以色列里面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嘛 对不对 他们就挑选一个大祭司 所以每一年那个大祭司呢 是非常有荣誉的 他会站在白身的面前 好 我来代表大家 我去献祭了 然后他就会走 然后他就进入那个自身所里面 然后关上那个门 每个人在外面就会 在那边盯着看 为什么呢 如果大祭司在里面死的话 那代表说 你的罪不能都得到赦免 但是大祭司呢 会拿进去 然后他就听到 因为他的脚那边呢 会有一个铃铛 让我们知道 他还活着 还在做献祭 所以叮叮叮叮叮 然后打开门的时候 他出来的时候就 你就会 OK好 我们可以好好的庆祝了 一年开始了 OK 所以在整个以色列那边 都会选出一个来做代表 代表神来跟人讲话 也代表人向神献祭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五章 第五节到第十节呢 这边就是在说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OK 所以他就是那一个 在万民当中选出的那一个 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进入到自身所献祭 然后来到上帝面前来恳求 为我们的罪而恳求 赦免我们的罪 然后当然他叮叮叮叮叮叮 他也跑出来跟你讲 我已经完成了 我已经完成了 你们的罪已经赦免了 OK 所以在 希伯来书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十节 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是亚伦 班次的 大祭司的这个职务 第二个呢 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 这个道实肉身的大祭司 所以 让耶稣成为大祭司 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是这个 耶稣凭什么能够做到我们的大祭司 为什么耶稣可以成为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务呢 为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看到 耶稣呢 有三个特征 让他能够成为这个大祭司 今天透过今天的经文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个特征 OK 所以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耶稣他一定要是个人 如果他不是人的话 他就不可以代表人 如果他不是人的话 他也不可以代表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OK 所以当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 他这边说 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所以这边有两个代表性的东西 耶稣一方面他在代表人 来到上帝的面前 另外一方面他也代表神 因为他在帮人处理神的事情 也带着上帝的命令来跟人说话 所以呢 有两个代表 所以耶稣 到这了 to representative的这个代表 OK 替神来到人的软弱来处理罪 也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做献祭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只有人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 如果他不是人的话 他就没有资格能够为我们献祭 OK 只有人能够做完这个职份 同样的 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 代表说他一定要放下他 这个神的那个神性 完完全全的以人的身份 在这边生活 当他在生活的时候呢 他跟你跟我一样 是有 Sark 其实不是叫Sark 其实叫做Sarks 因为韩国很喜欢用那个X 变成一个有一个K的那个声音 所以是Sarks 所以你可以跟旁边讲一下 是Sarks Sarks 叫做肉体 所以耶稣呢 道成肉身 代表什么呢 他道成肉身 变成了你跟我有的这个肉体 来到这世上 来完成这个工作 OK 所以当他在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 他会感觉到痛的 因为 我念你的时候你会不会痛 我念你的时候你会痛 同样的 我念耶稣的时候 耶稣也会痛 所以耶稣被打的时候呢 每一个边打 他都会感受到那个痛 每一个那个刺 他都会感受到那个刺也是 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那个东西进去他的那个手的时候呢 他也感觉得到痛 刺罗罗的那感觉 他也会感觉得到 所以呢 那就是肉体上的那些感觉 他其实都可以感觉得到的 所以在地上呢 他跟一个正常人是没有两样 有些人他们主张说 耶稣没有感觉到痛 上帝给他恩典 所以你打他 你骂他 他没有感觉 所以那个是荒谬的话 OK 没有可能的 所以他是跟你我一样 人 在这世上 被钉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痛 因此 因为他是人 他能够代表我们 OK 那是第一个 耶稣 他是人 OK 所以因此 他有资格成为我们的大吉士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圣洁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 sardex 对不对 肉体 肉体就是sardex 所以耶稣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世上 但是呢 在他活在这整个 活在地上的时候呢 他要保持的什么呢 他的圣洁 保持他的圣洁 但是这个sardex 这个肉体呢 这肉体不是罪哦 这肉体不是罪 但是这个肉体 倾向于犯罪的行为 很容易陷入到犯罪的行为里面 所以肉体呢 容易犯罪 容易吸引罪 所以圣洁是什么呢 他需要跟肉体上的情欲 分开 他需要胜过这些肉体上的诱惑 所以因此 耶稣有了这个sardex 有这个肉体 他也有可能会受到试探 也有可能受到诱惑 也有可能他会有肉体上的这些情欲 但是呢 为了保持他的圣洁 他需要时时刻刻的分离 这些肉体上的这些诱惑 OK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顺从肉体上的生活 我们容易犯罪 容易吸引罪 容易离开神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呢 每一次要胜过这些诱惑跟试探的时候呢 他都会让自己 浮浮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他都会离开人群 去到很安静的地方 在那边祷告 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 刚才我们罗宾弟兄读的那个经文 说什么呢 第七节这边说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 蒙了应试 所以因此呢 他不断的哭来到上帝的面前 一直不断的恳求流泪祷告 所以呢 为了就是让神免得他能够免他的死 这边的死呢 是罪所带来的死亡 OK 不是死掉啊 OK 所以基本上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这个肉体呢 如果我们不成长的话 就代表说 如果比如说我 我是基督徒 对不对 然后我有这个肉体 如果我不祷告 我不读圣经 我不参加这个崇拜 我就这样子生活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有四个字称这个叫 自甘堕落 很自然的 为什么呢 OK 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嘛 对不对 有这个肉体 这个肉体本身是容易吸引罪 容易犯罪的 所以基本上对不对 如果我们让那个肉体完全的relax OK 完全的relax的话 代表说我们就不读圣经啦 我们都不祷告啦 我们不做那些 让我们的肉体不高兴的东西啦 我们就放轻松 你一天这样子 你另外一天又这样子 你后天又这样子 慢慢慢慢的时候呢 你就会变成了 自动堕落 OK 所以很自然的 如果你慢慢慢慢的 体贴你的肉体 你就可以说嗯对了 我进入到了这个自动堕落的一个状态 OK 所以当我们在让这个肉体很活泼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我们很容易离开神 当我们让这个肉体很活泼的时候呢 我们很容易绊倒 我们也很容易呢 就代表说 就让肉体上胜过于其他我们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 本来有多东西要做 但是我们说 哎呀 今天睡觉吧 因为想睡觉 OK 所以基本上说 属灵的生活是什么呢 当我说我信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 基本上生活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当你的生活太舒服的时候 代表说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卡点 所以当你感觉到 啊 很好啊 很relax啊 很不错啊 这样子的时候呢 代表说你要审查一下 可能下一个苦难要来了 OK 基本上信徒的生活呢没有那么的舒服 OK 因为不断的上帝会给我们苦难 让我们一直不断的提升自己 让我们的信心一直不断的增加也是 所以基本上呢 上帝一直不断的考验我们有没有体贴肉体上的情欲啊 有没有让我们走向于 倾向于肉体上的生活 所以我们看一下 加拿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 加拿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 加拿太书第五章十七节 这边说到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OK 所以当我们在过一个属灵的生活 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我们说 嗯 我要好好的生活 我要好好的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给主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接受了圣灵进去里面 但是你有这个肉体 所以你的圣灵会跟你的肉体会打仗 其中一个一定要死 要不然就是肉体死 要不然就是你圣灵死 你选 你要选哪个死 OK 如果你不祷告的话呢 那么你肉体就会很高兴 如果你祷告的话呢 你的肉体就不是那么高兴 因为你就少点睡觉啦 少点舒服的东西啦 但是当你祷告的时候呢 圣灵活泼起来 圣灵可以动工 圣灵可以透过你的祷告 飞去其他地方来边 做你所祷告的内容的事情 OK 所以呢 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呢 圣灵就会沉下去 当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呢 肉体就会沉下去 所以每天都在做这个征战 肉体跟圣灵的这个征战在里面 所以每天我们都做一个选择 我今天要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吗 还是属肉体的生活 所以耶稣每一天都在做 这样子同样的征战 每一天他都在做一个明确的选择 我要过这一个属灵的生活 所以你看到耶稣的生活呢 每一天他都会问圣灵 今天我要去哪里 我要做什么样的东西 若不是圣灵带领的话 我不去做 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认知的 每一天都是一个肉体 跟圣灵之间的一个属灵征战 所以不要变成了淫乱的人 淫乱的人是什么 就是脚踏两条船 一边站在上帝的国 一边又站在圣灵那一边 不是 一边站在上帝的国 一边站在地上 就等于说一边站在天国 一边站在地狱 所以不要过这脚踏两条船的人 你要不然就是完全进入到天国 要不然就放荡一点 就直接去地狱 对不对 要不然你一般一般 你不知道你要站哪里 对不对 所以在圣经里面说什么呢 竭力的进入那安息 你明知道全部的丰盛在那一边 立刻的钻进去那个天国那边 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那一边 所以不要脚踏两条船 因为那个船会分开 你会掉下去 OK 所以在加拿大书第五章 第21节这边有说到 21节 这边说到 行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对不对 然后第21节这边说 行这样事的人 不能够承受神的果 所以不要变成脚踏两条船的人 要不然就选上帝 要不然就选这世上 选魔鬼 OK 不要变成脚踏两条船 OK 凡属肉体的不能够 不能够承受上帝的果 当我们在说 希伯来书的时候 希伯来书强调于基督论 基督论又是什么呢 基督论就在讲耶稣了 OK 基督论代表什么呢 耶稣道成肉身 跟你跟我一样 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情 我们也能够做 OK 这就是基督论 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论 所以耶稣 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 同样的 我们也能够做到 所以耶稣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也能够成就 因为活的不再是我 乃是耶稣基督 活在我里面 Amen 所以同样的 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 主啊 求你免我的死吧 代表什么呢 每天我们也要求的是什么呢 上帝 求你免我死吧 让我不要体贴 这个肉体上的东西 让我脱离这死亡的网络 让我脱离这个 罪的这个律法 让我活出生命 活出生命 咱们的生命里面 这对耶稣来说呢 这样子的生活 当然是不是那么简单 OK 但是他一直不断的 一直不断的 成长 一直不断的 活出这个圣洁的浓度 OK 所以他 完成了他的任务 好好的一个祭物 现在上帝的面前 来成就了我每一个人 所以同样的 他胜过了肉体上的情欲 他没有 没有 fall into temptation 他没有掉进去 这些的诱惑里面 反而他胜过了 他成就了 他没有照着自己的感觉 他没有照着自己的知识 经验来生活 他乖乖的 听上你的话语 顺从神 知道上帝的话语是什么呢 他自使这些的 自己的想法 看法 然后顺从上帝的话语 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成就了一切 整个过程的当中呢 其实耶稣呢 都是以圣灵充满的状态 去完成全部的事情的 所以时时刻刻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要胜过这些肉体上的情欲 只能够求圣灵的帮助 就很像耶稣 他在圣经里面 一直不断的强调 真的是靠着圣灵 我们才能够胜过的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不可以做 祷告其实真的是很dry 但是求圣灵的帮忙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的祷告 那是圣灵所做的工作 听不懂上帝的话语 不用紧求圣灵的帮助 圣灵来帮你来完成 死很难 真的放下自己 肉体上的情欲很难 求圣灵来帮助我 彻底的死 OK 所以因此 回到去西伯来书 第五章第七节 他能够胜过了 他也蒙到那个恩典 从上帝而来的恩典 Amen 所以因为他是人 对不对 上帝给了他的恩典 能够胜过这一切的事情 来到了第三点 基本上对不对 耶稣有三个特征 让他变成了大祭司 这三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 第三个特征呢 就是 他是被神所呼召的 他是神的儿子 OK 所以耶稣基督 虽然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没有用他的神性 去做事情 所以同样的 我们有肉体 对不对 基本上说的话呢 是很难去 效法上帝的话语的 因为肉体 不喜欢神的话语 肉体呢 很倾向于自己 喜欢舒服啦 安定欲啦 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有圣灵 所以一定要制使肉体 让圣灵帮助我们 效法他的话语 所以耶稣一直不断的 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耶稣靠着圣灵 顺忠了上帝的话语 同样的 我们也要学习 这个东西也是哦 耶稣呢 他在生活的时候呢 三十年的时间 是为了来预备 他三年的侍奉 你知道吗 三十年准备 来预备三年的工作 哇 牧师他是 二十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来预备 中国的侍奉 所以同样的 我们可能现在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东西 为什么这么多的苦难 这么多的试探 这么多的还没有看到结果的东西 但是上帝一直不断的在预备我们 上帝一直不断的在建立我们 等到时间到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快 所以上帝可能呼叫你 三年 耶稣被呼叫三年去做事工嘛 然后很快的做完了 很快的结束了 很快的被钉在十架上 很快的就成就了一切 同样的 在我们的时候是什么呢 我们一直不断的预备 我们自己建立自己 直到那一天上帝要用你的时候 刚好 杨帆前面 ready了 我可以用它 然后大大的使用它 可能用它for两年 来造就了一百万的人 明白那个东西吗 然后那两年之后 杨帆前面就 就annual了 他的事工就结束了 一百万人之中 他们又在预备预备预备 然后在当中 又有其他的人被建立 又再被使用 所以上帝工作的时间是什么呢 我们时时刻刻要竭力预备自己 可能不是今天 可能不是明天 但是每一天都是预备 为了就是那一天 OK 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呼召 每一个人都是有上帝所给的使命 我们需要 不是每天 Is it now? Is it now? Is it now? Do what? Do what? Do what? 不是这样子的 反而是相信神 上帝我知道那一天要来了 我先做准备先 等你的时候到了 我就在这一边 所以以赛要说吗 I am here use me 我在这里拆迁我吧 所以那是我们的心态 所以通过不同的试探 患难 苦难 耶稣学会了谦卑自己 他学会了顺从上帝的话语 他学会了怎么样变成完全人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 人的面前都讨喜悦 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学 三十年的时间 他要预备自己的品性 效法耶稣基督的品性 好好地效法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就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 Amen 所以跟朋友们讲 你才刚开始而已 因为耶稣用了三十年 十二岁 他已经准备好 可以去侍奉了 但是他准备了十八年后 到了三十岁 他才开始 他的侍奉 代表说 哇 连耶稣都要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好好的过 好好的效法 我们的耶稣也是 可能耶稣要三十年 你只是要一年 如果你竭力 冲的话 因为我们里面就有 耶稣基督了 对不对 所以他已经成就了 我们可以做Express Class 像今天的课一样 Amen Amen OK 我们继续 OK 我们看一下 他呢 耶稣基督呢 他是被选上的 他是被呼召的 他不是讲说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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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常在选班长的时候 在上课的时候 对不对 老师会问 一般要做班长 每个选三代 咪咪咪咪咪 他说耶稣没有的哦 他是被命名的 耶稣 你被拣选了 耶稣你是被选的 同样的 上帝呢 不是在看哪个人比较好动 哪个人比较好啊 比如说 Uncle Paul 很热心 许Uncle Paul 或者是 保守姐妹 不错啊 不错啊 我喜欢他 同事衣服 那我选他吧 这样子 不是OK 不是因着这些东西 但是上帝看我们的内心 准备好了吗 选我 选我 OK 所以是被选上的 是被呼召的 在摆明当中 突然间他讲了说 Jeannie姐妹 你出来 我已经看到你 虽然他很安静 在那边没有出声 但是我讲 我已经看到你了 从起初 已经拣选你了 所以上帝做工是什么呢 上帝在起初 已经安排好一切 已经拣选了 已经预定了 OK 所以他不是讲说 你看我来 我来 我来 所以他当做的是什么呢 好好做好 他自己要做的东西 OK 不是凭着热心 外面的外表 什么东西 但是是看里面的 你准备好了吗 时间到的时候 上帝在那适当的时间 适当的场合 你终于预备好了 你可以做这个工了 OK 所以是上帝所呼召 所拣选的 所以你不可以选自己 因为是上帝所呼召 当上帝呼召的时候 这是非常有尊荣的样的事情 OK 不是讲说 比如说 你去做个东西 OK 我去做 但据讲 万王之王所拣选的 一定是很棒的 对不对 我每次说 我们现在在侍奉的是一个 万王之王 万族之主 掌握一切 一切万物的一个神 这样很好 我的老板比每个人的老板更厉害 我的老板说不 你不可以讲yes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被他所拣选 被他所使用 被他所呼召的 那是何等大的一个荣耀来的 Amen 所以耶稣呢 是被呼召的 不但只是这样子 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 说什么呢 诗篇第二篇第七节 这边说 受高者说 我要传圣子 耶和华城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Amen 所以耶稣呢 不单单只是被神所拣选 他这边说呢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那我们看原文的时候呢 这边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是代表要让他坐在王位上 所以耶稣呢 不单是一个普通的代表人的一个祭师 他也是一个尊贵的 这个君尊的祭师 OK 代表什么呢 他是有王权的祭师 他是上帝的儿子来通管万有的 全世界的 他坐在宝座上呢 治理跟掌管一切 Amen 所以我回到西伯来书第五章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一个奇怪的字 在里面 我们看一下 西伯来书第五章 西伯来书第五章呢 我们在第十节 会看到 门并门神照着迈基西德的等次 称他为大祭师 到底迈基西德是什么呢 那么说到大祭师的时候 迈基西德呢 就是一个有王权的大祭师 所以迈基西德这个字呢 很少在圣经里面出现 出现的秩序呢 差不多有三次 第一次呢 是在创世纪第十四章 十八节到第二十节 那个迈基西德的名称呢 是在称这个沙人王 也就是和平之主 和平的王 在那个整个的那个内容里面呢 是在说 这个君尊的祭师 他拥有着王权 也有着祭师权 而在亚伯拉罕 在见面他的时候呢 他把他的十分之一 交给了这个沙人王 这个迈基西德呢 也象征于耶稣 同样的这个迈基西德呢 也出现在 诗篇110第四节 诗篇110第四节 所以在这个诗篇110呢 其实是要说 这个迈基西德呢 的位置呢 是让耶稣来承受的 这个位置 说到了大卫的后代 耶稣会承受这个迈基西德 这个君尊祭师的位置 然后第三次 就是这一次 还有最后一次呢 是在发 可以发现在 第七章的内容 一直不断的在说 迈基西德的内容 OK 但是那个不是今天的主题 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迈基西德做什么呢 当耶稣基督 他是成为君尊的祭师的时候呢 他把他的肉体献上 他一次过的奉献 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洁净了 让我们成为完全人 之前呢 我们是有罪的嘛 不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但因着耶稣的献上 因此呢 我们变成了完全人 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他要用他的肉体 也就是面包 他也用了他的宝血 也就是酒 那面包跟酒 你可以看在创世纪的时候呢 那个迈基西德 祭师呢 给了亚伯拉罕 饼干跟那个酒 之后呢 这个饼干跟酒呢 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跟耶稣基督的宝血 给了我们 当我们接受的时候 我们就跟耶稣基督 而为一 变成完全 OK to be make whole with him 跟他合而为于 变为完全 OK 所以因此 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大吉时 他所成就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所成就的事情 所以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大吉时 从天而降的 道神肉身的人 使在十字架上 他一次过的牺牲 来成就了救赎的工作 来除掉了我们里面的罪 OK 我们放开一下 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 约翰福音第14章第12节 12节这边说什么呢 12节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那这边的重点是什么呢 信我的人 你们都要做 代表说 刚才我所说的耶稣做的事情 你们也需要同样的效法 所以耶稣基督得以完全 他也证明了他完全了 同样的 我们也接受了耶稣的时候 我们也参与在他的完全的里面 所以他耶稣是长子 我们后面是弟弟妹妹 我们跟随他的后面 跟随着他的榜样 当我们继续在看那个内容的时候 希伯来书第五章的内容的时候 他被称为 这个字对不对 称为 我们再看 希伯来书第五章的内容 第10节这边说 并蒙神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称他为大祭司 这个称为是什么呢 是被认可 是有权柄的 代表说上帝认可他 上帝也给他权柄 做这个君尊的祭司 OK 耶稣也把同样的 这样子的身份 这样子的权柄 给了我们这边的每一个人 当我们看一下 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称我们是谁呢 第二章第九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第九节这边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主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同样的 耶稣基督他成为了君尊的祭司 他被认可了 他被认定了 他有那个权利 他也把同样的君尊的祭司 这个责任也交给了你 所以你在耶稣基督里面 耶稣基督也在你里面 所以同样的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接受了耶稣 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品性 刚才我所说的三个的特征 有没有抓到 第一 他是个人 如果耶稣是人的话 那你也是人 他能做的事情 你也能够做到 第二是什么呢 耶稣是圣洁的 代表什么呢 他一直不断的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 不断的杀掉肉体上的情欲 来活出圣洁的浓度 同样的 你跟我 也要一直不断的追求着圣洁的生活 属灵上的生活 圣洁的能力 第三是什么呢 他是被呼召拣选的 彼得简书第二章第九节说什么呢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被呼召的 在万人当中 他不去救其他的人 他救你 把你带到我过佛教会 把话语教导给你 为了是什么呢 让你出去救其他的人 就像耶稣一样 所以这三个东西 不单单是在形容耶稣 是在形容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上个礼拜有听到这个东西 叫做弥赛亚的秘密 同样的也出现在 今天要讲的课文里面 我刚才所说的一切的东西 其实就是弥赛亚的秘密 我非常非常的软弱 我是个人 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一切的神性 已经在我的里面了 耶稣基督已经把一切的丰盛 放在我里面了 所以我能够做到 耶稣基督相信这一点 所以他完成了他的任务 第二点是什么呢 我要放下肉体上的情欲 放下我自己想法看法 顺从于上帝的话语 那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 那就是弥赛亚的秘密 我们要好好地抓住 这个弥赛亚的奥秘 然后来生活 虽然我软弱 但是耶稣主在我里面 虽然我有肉体 但是我放下我的肉体 我要活出圣洁的浓度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效法 耶稣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奥秘 Amen 好 要总结咯 很快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我刚讲完了西伯来书第五章了 所以时不时对不对 上帝会考验我们 我们到底懂不懂这个 弥赛亚的奥秘 所以时不时就会有痛苦 会有test 考试 会有患难 但是在那些东西来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圣灵 最近对不对 度过苦难的时候 很痛苦 哭也没有人懂 跟人家说他也不懂 跟妹妹讲也不懂 跟妈咪讲也不懂 跟人家讲也不懂 只有谁懂 只有上帝懂 但那时候觉得很痛苦 你觉得舒服吗 那感觉 对不对 没有人明白你 对不对 那时候耶稣也同样的 他跟每个 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没有人明白他 没有人认同他 他做的事情的时候 人家都会觉得他怪怪的 但是耶稣每次都回到上帝那一边 上帝啊 唯有你知道 唯有你明白 所以我们当天要做的是什么呢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遇到环境的条件 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呢 安静下来 回到神的面前 因为耶稣 他到此肉身的时候呢 同样的也是经历过这些东西 他也知道你的痛 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耶稣 你都知道对不对 你都看到对不对 只有你明白对不对 你可以帮帮我吗 那时候我们也同样的流泪 祷告 哀哭切齿的 哀哭切齿是在讲外面的人 也来到上帝面前 恳求上帝给我们恩典 来度过那个患难 或者是那个问题 身为基督徒 患难跟痛苦是很正常的 不是不正常的一样的事情 OK 所以这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课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结束了啦 但是呢 在我们结束之前 对不对 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一下 我们分一下哦 你们分一个小组 然后你们分享一下内容 你们不喜欢动很多对不对 我看得出 三个人一个小组 刚才我说到了 我发现到东西是什么呢 当我们的生活太过安定的时候呢 我们很容易就会软弱 我们很容易就会安定下来 OK 三个人 OK 好 大家好 我发现到对不对 当生活太好的时候呢 我们会变成非常的安定 所以在你们小组里面呢 我结束了 其实基本上 你们所以彼此的帮忙彼此 今天我们所讲的东西是什么呢 耶稣所经历的东西 其实我每个人都经历 同样的经历 但是这边说什么 接力 接 接 接力对不对 接力的进入那个安息里面 我们在这个小组里面 我们分享 我们的软络 然后我们为彼此的来祷告 比如在属灵上的生命里面 在这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为彼此的来帮忙祷告 我们一定要突破 不要变得越来越自动堕落 OK 我们一直不断的要突破 来更多的效法耶稣 求神给我们恩典来突破 也是 所以在小组里面分享一个 现在在经历了一个比较软弱的地方 比如说最近比较无力感 OK 无力感 然后分享 然后彼此的学习也是 然后彼此的抓住 然后一起来祷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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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